在古代读书可谓是所有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 范进仅仅是中了个举人就高兴的疯了过去 可见考取公民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而言诱惑是多么的大 同样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也是难以想象的 古代的底层读书人想要获取公民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钱学习 试想一下古代的贫穷人家的孩子 从小不是农作不干农活 整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读书上 那他的家庭将何以为继呀 他的家人全都省吃俭肉 只供他一个人读书 这也不太现实 而且古代的读书可不像现在的义务教育 没有钱去请先生 也没有钱去私书 就只能自己摸索了 那学习进度可要比别人慢一大截 而且古代书籍的价钱是很高的 因为印刷术没有现在普及 所有的书籍只能靠手抄和复制 而且古代纸张的价钱也不费 所以很多名门世家都争相去收集书籍 并以此为珍宝 也是士大夫这些阶层象征财富的另一种方式 贫穷始终是读书最大的难题之一 没有好的家庭条件是很难让读书人能够坐下来去好好读书的 一边盘算着今天的饭都吃不饱 还要盘算着晚上的灯油还能支撑多久 要不要凿币去偷个光呢 所以古代那些能读好书的都是祖上积攒下来的几代的积蓄 使他成为一个出租土地就可以获得财富的小地主 这样才能买得起书和笔墨纸验 古代人学习一本书的方法就是不断地研读 并且大声地老诵 背诵全书只是基本要求 还需要读书人们理解每句话的含义 这在没有老师没有先生教导的情况下是很难完成的 那如果有机会可以拜见当地有名的先生的话 学子们大多数都是趋之若鹜 在古代知识是一种特别的财富 不像星期爆炸的今天 人们获取知识的方法是各种各样 那时候掌握知识的是少部分人 是当时社会的统治阶层 而知识更像是通往更高阶层的钥匙 所以统治者们一般都不会让知识流露到底层 一边采用着愚民政策 一边筛选出人才化为己用 用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 所以在这种刻意的对知识所有权的把控之下 读书人想要获取知识变得尤为困难 要么自己天资聪颖 悟性极佳 能够无师自通 要么运气好被有名的师父挑中成为弟子 传授一些别人很难学到的东西 否则和那些出身名门世家的人相比 寒门子弟是很难脱颖而出的 虽然古代也会给寒门子弟一些机会 但是天生的资源差距 就让他们在竞争当中失去了很多公平 而这种差距是巨大的 很难用天分和努力去弥补 甚至到了义务教育的今天 教育资源的倾斜也是有目共睹的 这是社会发展到今天资源分配不均匀的正常体现 何况在阶级矛盾非常剧烈的古代 头悬梁追刺鼓 能成功已经是很不错了 很多读书人终其一生都在做着无力的挣扎 到头来好光了积蓄 成为了像孔一级那样 穷困潦倒却又骄傲于自己是读书人的这种穷酸书神 所以作为我们现在的人 更要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呀 得音 面图 2011 写的 写的 这就是 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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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